最後就是真正的墨濃度換百分濃度或者是百分濃度換墨濃度 第一小題是我們前面做過的 兩大案十號森裡面有鹽酸幾墨 這我們前面教過了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體積以公升座單位算出融值墨數 所以往裡面帶兩大案乘以十除一千算出來叫做0.02末 所以前面一個0.02末這比較簡單 下面一個是問你百分濃度是多少 他告訴你容易的有11克百分濃度 什麼算百分濃度 就是下面要放融疫質量上面放融值質量去算 這是一個做法 我這裡用另外一個做法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A方法表示 B方法表示誰不會變 糖不會變 為什麼算糖 因為糖就是我在做計算要算的東西 融值質量融值墨有數就是要算的東西 所以我們取融值不取融疫 是因為融值要放到濃度 所以我可以寫個等式 百分濃度的融值等於墨有濃度的融值 然後你決定你是要寫墨有數相同還是寫質量相同 都可以都可以 我們取質量相同 融疫 融衰有0.06m 那怎麼去算質量 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0.73克 這個就是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 那百分濃度怎麼算融值質量 我們以前教過了 融疫質量乘百分濃度 融值質量對不對 融疫就是11克 11克乘不知道濃度 就是我融值質量 這兩個質量要怎麼樣 一樣 就寫相等 等式 大概 他要我取整數就好 所以大概7 百分之7 百分之7 你也可以不要這樣做 你也可以不要這樣做 你也可以把剛才的末算出來的質量 帶回去那個11 11分之什麼什麼什麼算出來也可以 這也是個做法 都可以 有問題嗎 沒有 請問你 幾單 百分濃度 百分之90 密度1.6 請問他有50號升 請問你末濃度 換算 兩個女生一個男生 女生 八號 九號 二十七號 八九二七 上來 八號 五號 六號 九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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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號 六號 六號 不是啦 不是啦,你們這樣子就會看到我難過了 抄了半天,寫了半天 然後就告訴我一個,我不會 對 掌握不便,找到香的 誰一樣 融池一樣 融池什麼一樣 融池的一樣,融什麼一樣 你可以寫實樣一樣,你可以寫墨一樣 我要用融池,因為算融池才需要用到濃度 所以要算融池一樣,我不會用容易一樣 融池當然也一樣嘛 但是要算融合用的濃度嘛 所以我用融池一樣 你可以取質量一樣,你可以用融池一樣 我還是要用質量一樣來算 融池濃度求融池質量 要先求融池素 融池濃度 不知道 以及五十號升乘一千半公升 有這麼多融 我不要 好,那我說我就用質量一樣 先帶質量 融變質量 像你原質量或分質量 現在他應該也會背了吧 四十 來進去 算出來 有二S克 這個是用 墨爾濃度算出來的融池有幾克 還有一個是用 百分濃度算出來的融池有幾克 答案我怎麼算 融池質量 是用體積量 融異度嗎? 有 有體積嗎? 有 80克 這個是融液80克 我要是融池 融池怎麼求 融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融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融池質量 前面怎麼樣? 一樣 相等 別等式 三十六 最後一題 請問你 幾號聲 幾號聲 我 我找三個很好 我們抽一個很好 我們就不找三個人 我們抽一個 我們就不找三個人 我們抽一個人 來 基本上跟剛才的做法是一樣的 剛才的做法 你也可以不用寫質量一樣 你要寫墨爾一樣也可以 你都不要這樣寫 你左邊算一次 右邊算是這樣 你代公司代兩遍 左邊代一次摸爾濃度公司 右邊代一次濃度公司 也可以 也可以 公司代兩遍也可以 多少 2號 直接 你有答案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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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猜猜多少 你要猜猜多少 你要猜B喔 你說 沒錯 這一題啊 這一題 這一題是加水 因為可配層嘛 所以表示加水稀釋過 只是呢 前面給的條件是百分之九十八 後面要給的是一大M 但是沒關係嘛 掌握不變 掌到相等嘛 糖都一樣嘛 稀釋的時候 溶質不變嘛 糖一樣嘛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嘛 所以就用溶質的質量一樣嘛 一個是稀釋前 溶質有幾克 一個是稀釋後 溶質有幾克 然後怎麼樣 要先算末爾 然後再用末爾去求質量 呈原質量或分子量 所以呢 濃度呢 一大M 體積呢 不知道 這個S是公升喔 然後就有S末爾 那S末爾有幾克 要呈原質量或分子量嘛 硫酸分子量會背了 九十八嘛 所以往裡面帶 就是九十八X克 這個是用末爾濃度算出來的 溶質有幾克 就是稀釋後 要等於稀釋前 百分濃度算出來 百分濃度算溶質質量 需要溶液質量 體積沒給 給了密度 那就是要用密度乘體積啊 所以1.84乘10啊 所以18.4克 這個這個是溶液的質量 還要去呈百分濃度 才會變成溶質的質量 那兩個要一樣大 我不承開啦 到時候等一下又笑 所以我不承開 就這樣子 所以算出來 0.184公升 0.184公升 就是184毫升 所以答案184毫升 就是換算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 我們不承開